熟不熟悉 好像是 好像是 因为摸手是有感觉 抱一下 抱一下 好害羞 做你女友的时候 出门长辈要挂在外面 我觉得女生性感OK 但是她那个性感好像是 无时无刻把夜店的战服穿在身上 你就会觉得 白天也这样 对 怎么要拿到穿得这么辣 也就会很担心 很焦虑 你有她当时的照片吗 可以提我们看一下 好想看喔 是喔 对 她就穿得到性感 因为二十岁的时候 年轻人受不了 青春期有这样 对啦 对不对 那时候再有 完全不能忍受其他的男生看到她 都一样 就是一个自私 都一样 你也是吧 你也受不了她这样吧 那现在受不了吗 一样受不了 那你左边那个你受不了吗 你回头看 那如果她穿这样可以吗 她穿这样可以吗 她穿这样可以吗 她穿这样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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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她的视线很麻烦 而且她刚刚刚还没有闻一下 她看男子 一定要闻一下 她来帮你穿怎样 她们把你沾取下机会 你还就这样子 男人 你这样是他们的套路 男人都是这样 看点心的状态 刺激的女朋友不行 别人女朋友尽量穿很爽 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呢 我觉得她说 那个时候 常常回到家就发脾气 可能在外面很开心 那回到家就对你发脾气 我觉得我很 那是很不应该的 我觉得 我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敢那样子 乱 乱大吼大叫什么的 那我今天就老实告诉你 我们没有找到她 这个随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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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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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孙生啊 嗯 机会难得 就跟康哥一起Ending吧 他不是啦 可是我是七格 我没事 如果 他今天来了 你是什么样心情 真的会有点 激动 心情会很激动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 因为会 很久不见 可能会尷尬 或是 你现在是不是很乱 对 失去很乱 对 ok 真的有请到 天哪 不会吧 因为我们节目是做假的嘛 九年都请到了 对啊 这边都没联络了都找来了 好 好 也不要让你太难过了 我们就Ending了 他现在心情气上八下 对 上上下下 来 到底有没有呢 我如果真的起来就超屌 我也是一屋水 我不知道 有人 是 是女生的腿耶 高跟鞋 不能是个男的吗 很难说啊 而且很像是 所以打开灯光师 就这样 他怎么调根啊 那我们灯光师穿高跟鞋 很丟 他本来像是战袍的喔 是为了当初的战袍 保守多了 肤色健康耶 他当初是肤色是这样的吗 比较白一点 那就不是了嘛 蛤 那你 来 同样的 来摸摸他的手 你觉得熟悉吗 很冰耶 你是中医的 熟不熟悉 好像 是 好像是 因为摸手是 有感觉的 嗯 我跟你讲 是不是喔 其实要观察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人 他有没有很紧张 是 你觉得他有吗 我说发抖了 抖了 不是 不好意思 他单纯尿 是吗 是吗 现在我不放出 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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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请到中间来 是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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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句话想跟他讲 好久不见 你怎么 剪短法 孙孙怎么装自然呢 对 平常角度很冷凳 突然你知道 顿顿的 变 变黑了 变得 晒黑了 真的会不知道他讲什么 真的 从刚刚他一出来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孙孙讲的都是废话 就是 哇 你怎么会来 干嘛 尴尬 尴尬 你们多久没见了 两年 三年多 三年多 嗯 当初穿的就是 很 比较 比较 性感一点 那今天为什么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不给面子 我们期待了 想说你出来自己 要来一个 他怕他会再摔手机 他不敢 你还摔手机 没有关系 还怕他摔手机 这三年没看到他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 我的前男友 我怎么能不能像小假斯丁 搞错吧 这个My face 你知道为了他讲吗 好 这些年我健身 就是为了今天要打你 真的喔 你还是觉得他很帅嘛 对啊 你为了他的笑容 送过他什么东西啊 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 小小兵 的玩偶公仔 嗯 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个 最贵的公仔 两千九 那时候学生时辛苦 二十 你那时候有没有收入 打工吗 打工 打工 那很货 OK 两千九 是 就是可以讲吗 就是 反正就辛苦赚来的钱 把他离开最喜欢公仔给他 笑得好开心 我觉得那个时候 原来爱人 自己的爱人这么开心 是因为这么感动的事 是不是一切都够了 对 都止了 就为了那个笑容 对 是不是 那就是爱 然后这几年有曾经想到过他吗 有 想到他的哪一点 很多啊 就是那些回忆 都会在脑海里浮现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或者在洗澡的时候 这几年 你有曾经想到过他吗 会想 可是不会想要 主动联系 对 为什么呢 还是会想到他那个摔手机 太伤了 可是他还是会约我啊 漂亮的东西 会啊 一起约出去 吃饭 玩滑板 看电影 对 那你都不愿意去吗 都不要 因为我不想要滑滑板 我想从让 不是 你这个 应该回答是 我不想再见到他 因为他当初伤我太深 你怎么 我们是和平分手 和平喔 这样还可以和平分手 就是沟通不良 可是 就是不适合 讲好了 你们这样和平分手 女方比较理智 对 要不然不和平的话 女方会受不了 对 我又是处女座 对 那她怎么做 天平座 所以孙生算运气好了 遇到你这个女孩子 要不然你就很难收拾 和平分手 对 那个时候就是 看她穿在那儿 真的会生气 我那时候在家里 我就指着她 我说你不得穿那么辣 而且那时候 我是手上拿着手机 你不得穿那么辣 那时候 我就气到火 已经上来了 但是我还是 天平座有保持理智 是 我手机就放下 我拿一包卫生纸 走到她面前 不得穿那么辣 就是还知道 要换卫生纸摔就对 对 没钱 对 对 这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今天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分手的时候 是和平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做了一些 兼犯科 什么意思 然后才分手 比如说这么偷情 劈腿 不行 那今天两个相见 愿不愿意 从朋友再开始出发 你可以 你可以 很大方 对 女生 因为当年就是他主动的 男生在干嘛 当然好啊 从朋友 开始当然 屁什么 人家已经给你机会了 当然好 来 两个抱一下 我可以 对 抱一下 抱一下 好害羞 好害羞 会喔 这个一定的 因为这个曾经是自己的最爱 真的 然后这么多年没联络 然后再见到 那个内心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跟你们学习 你还有每一个人要学一件事情 就是当爱情走了以后 永远记得对方当初的好 永远不要忘记 这个人曾经在你生命中 是你最爱的 不能说分了手 就把这些坏的事情 通通想起来 好的都忘了 只要想好 忘记坏了 那才是最美好的 当然